历史世界频道 619炮战又称617炮战 发生于1960年6月间 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访问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 为表示抗议 以欢迎和相送为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6月17日下午 对金门地区各岛屿实施全面炮击50分钟 共落弹3万余发 18日临时起 共军再度对金门炮击45分钟 落弹5万余发 19日共军对金门实施第三次炮击 落弹近9万发 合计3日 共军射击17万余发炮弹 这是自金门炮战以来 遭受共军炮击最惨重的一次 金门619炮战 共造成7名中华民国陆军官兵殉职 中华民国政府 最初因美国总统艾森豪来台湾访问 尽量避免战火 并依共军火炮射击计算阵地位置 据已修订反炮击计划 并要求中华民国国军准备发动反击 直至美国总统艾森豪离开台湾后的19日 7时45分 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 奉令实施全面报复性反击 国军发射炮弹4000余发 共计摧毁共军火炮19门 炮阵第27座及弹药库5座 国军彻底压制共军炮火 在1969年1974年及2013年3月22日 中华民国国防部 先后将在此役阵亡的7名国军官兵 入四国民革命中列祠供奉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 一起讨论历史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